踏入农历五月又是粽子飘香的季节 又人的粽香令人垂涎三尺 或许你无法相信在如今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 竟然还有孩子不曾吃过或买不起粽子 一例在寻常不过的粽子竟然成为这些贫困家庭 难以言语的沉重经济负担 为了赋予这个传承数千年的传统节日更美好的含义 新洲日报基金会今年特别举办粽子一卖活动 透过售卖公众捐赠的善心粽子筹款资助贫困家庭 每逢端午节市面上就会出现琳琅满目香甜软糯的粽子 但你可曾想过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竟然吃不起粽子 有些甚至只听过没吃过 大约是四年前的端午节之前 当时是百物腾长 然后事业力很高 我就遇到几个单亲妈妈 他们就跟我说 今年他们根本没有钱去买粽子给孩子吃 粽子虽然不是很贵 一口才几块钱 可是那个意义是远远比那个价值更高 他们以后会永远记得说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 他们并不是孤单无足的 传统节日的传承不能单靠美食或仪式 背后意涵才是重要关键 新洲日报基金会举办的百家粽 爱心送端午节意卖活动 就是希望通过意卖传播爱心 传递温暖 一粒粽子或许微不足道 但是集合一群人的爱心就能够干大事 我手上的这些粽子都是由无名的叔叔 阿姨奶奶用爱心裹出来的 希望吃的人能够吃在嘴里 暖在心头 我又买了来送我的朋友 这个是很有爱心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的爱心 可以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 就很温暖的一个是一一的日子 截至下午三点活动结束 主办方一共筹获了两万七千一百令吉 所有善款将稀署捐出 辅助贫困学生和家庭 八度空间谭凯倩 巴达林在野报导